说起鲁玉,除了主持风格外,她那如同骷髅般的身材也是一直被大家所吐槽的对象。 为了保持瘦血的身材,鲁玉对于进餐是非常的讲用,尤其是多年来,鲁玉几乎都不吃主食,就连饭都是数着粒数着来吃的。 不过鲁玉真的太瘦了,许多时候让人看着并不觉得美,反而有一种病态。 鲁玉如今已经有47岁了,结婚的年数也不少,至少有11年之久,为啥一直没有生个娃呢? 这让很多的吃瓜群众开始怀疑是鲁玉小身子板的问题,鲁玉在事业上也是一直顺风顺水的,大学一毕业就进去央视,1994年还荣获央视最受欢迎时大节目主持人的荣誉,也算是相当成功的人了。 她有过两段婚姻,第一任是一个美国人,美国留学期间认识的,但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四年就草草结束,第二段婚姻是自己初恋,自己的大学同学朱雷,02年他们结婚了,现在过去了也有十几年的光阴了, 却从来没有传出过怀孕的消息,其中原因也是不得而知,鲁玉也曾经在采访节目中表示过,自己其实是一个好胜心极强的女人,每一件事都力求完美, 她一心只想把心扑在事业上,没有过多的精力如思考生孩子之一问题,恐怕这也是不少正在努力奋斗的女强人们遇到的问题,生还是不生,是幸福还是不幸福,这是一个问题。